人一輩不一輩,試得 Business Class 當然要試 First Class 要試新加坡香港的 First Class 當然要試 A380 的 Sweet Class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 Channel 都知道,我不是第一次帶大家去看 Business Lounge 今次是第一次進入 First Class Lounge 但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因為 First Class 比 Business Class Lounge 更小 食物亦不是很多,但剩下有 A la carte menu 不過新年特別有年糕吃,看看你喜不喜歡吃 我就選了海南雞飯,看樣子好像很棒 其實吃起來都是 Normal 不過你想期望什麼? Mrs. Lounge 吧 新年老頭,加個個戴口罩真的沒什麼人 不過無論如何,都應該要一早排店隊 走入 Sweet Class 享受一下 兩道去真是大香力出醒 行李和衣服就這樣放在旁邊就行了,不用擺上去 嘩,你看看那個座位 用哪个方向,其实有气流的话,得住气流,好像真的没那么害怕 这几个小时的短途机,我就不太好意思叫空姐铺床出来 但我看到对面真的有铺,那就装一下吧 装一下,它关闭了到闭,很厉害,我就可以关闭了 好了,起飞又到了大乡里的时间了 平时飞机的机枪,要你用人手搅上搅下 这部机原来按两个按钮,按上按下,不停玩玩玩玩 玩到空姐都不好意思,在那里教我 我最期待的,当然是第一个小时的食物 看到这项目,你都知道,第一个小时的选择比 business class再高层次 稍后你就会知道 事实上也好,当然有雪茸包 后盘又是鸭红,都吃得有点惯了 南瓜忌廉浓汤,我觉得真的浓一些太稠了 芝麻菜,黄瓜,番茄,青瓜,我竟然最喜欢芝麻菜 主要是,我傻了一間,叫了個辣味飯也不知,但又很好吃 甜品是Belgium Chocolate Mousse和Mango Sorbet Judy忍了你三小時,不斷嘴唇,我真是頂不住 填入境紙,我當然要帶筆,怎會按鍵叫人幾十次拿筆 好了,繼續大香里,進去看看First Class的廁所如何 嘩,好像明星化妝室一樣,真是嗆了嘴 總括來說,今次試升航的A380 Suite Class 真是比Business Class又高一個層次 當然,我沒試過其他航班的First Class就沒得比較 但這次坐A380,無論是空姐的服務質素 座位的闊落程度,以至設備方面 都可以說是無邪可擊 不過,你問我會否再光顧,喂,人一生就一世嘛 豪得兩次舊吧